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创造无限》,我记先锋 STEP VR战略产品发布会 我们从2013年开始到今天为止的9年的时间里 一直在投入着我们关于VR世界的所有的技术研发 我们致力于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像《头号玩家》这部电影里边 主人公所使用的进入绿洲世界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宇宙的一个大门 19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尝试的把我们所有积累的技术模块 积累的产品模块集合成一个能给C端服务的 能让普通消费者触手可得的一件产品 它叫做未来战场 我们在19年的时候发布了这个品牌 未来战场是全球首个大空间多人电竞品牌 未来战场在1000平米的空间上 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首个能够自由地跑动 能够自由地对战的竞技场 我们的未来战场 我们的未来战场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线下VR电竞连锁电 门电最多 单体面积最大 用户的年龄以及地域覆盖范围最广 形成了一系列的FPS 模板跑酷意志类等等游戏内容 我们有幸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服务了高达100万位消费者 他们使我们成为了VR领域里面 全球排名前三的最懂消费者的VR品牌 我们用VR眼镜恢复了用户的视觉 用立体声的耳机恢复了用户的听觉 我们在一个足够大的空间里面 让用户自由地奔跑 自由地竞技 用激光定位技术恢复了它的平衡感 我们用一台带力回馈的机器人 恢复了用户的触觉 我们甚至尝试让消费者能闻到青草的气味 能闻到泥土的芳香 用自然的加热一个自然的材料的办法 去恢复消费者的嗅觉 看起来我们似乎已经把一个虚拟世界 带到一个消费者身边了 完成了这个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 一比一去让消费者进入的这个历史使命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呢 还有没有更高的要求呢 从大空间 要变到一个小空间 我们到底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地向大家介绍 元宇宙登入门 国城一号 国城一号有众多的技术模块组成 首先我们着眼于交互方式 在国城一号里边 每一个VR的消费者都可以自然的 360度的进行自然的行走 这项功能是由我们的全项运动系统来完成的 这个全项运动系统更灵活 更智能 更贴近于普通消费者的直观体验 你想走就走 想停就停 想转身就转身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发 使这个全项运动系统的结构更稳固 里边用了大量的45号钢 305号补锈钢 它同时也完成了在结构上更加的轻薄 经测算 我们将噪声降低了3200% 这一台全项运动系统 启停更加智能 你能加速的跑起来 也能紧急的停下 极有这套激光定位系统 我们能实现一个毫米 响应时间在两毫秒以内的 精确的捕捉用户所有的姿态 包括手指上的细节姿态 整个国城一号 消费者所看到的所有画面 依赖一台PC架构的整个的主机 来进行画面的渲染 我们使用的显卡是英伟达的3070 它的强劲性能保证了用户能看到 足够细腻的VR画面 我们创造性的发明了防缠绕的整个的线束旋转系统 这套系统可以使得用户在转身的过程中 整个PC的机械结构随着用户的转身来进行自然的旋转 我们可以注意到 我同事的身上穿着一个像马甲一样的衣服 这个衣服不但起到了保护它的安全的作用 在它产生快速奔跑要跌倒的情况下 可以牢牢的保护住它 拉住它之外 这个马甲同样的提供了轻轻的力反馈的感觉 两个人处在不同的地方 去感受到对方亲切的拥抱 我们还是加入了一个能保护消费者 给消费者进一步安全感的保护系统 我同事手前的这个圈能够自然的调节高低 我们重新的用pancake的光学结构 重新制作了头显 这个头显最大的特点是超轻 它只有一百五十克 只有我手上的这个肠子这么重 在超轻的同时 我们同时还完成了4K的分辨率 为了整个国程一号 高达一百个工程师 工作了九年 两千两百五十天 两万四千七百五十个小时 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产品 我们同时也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软件 我们重新写了高达两千三百五十一万八千九百行代码 如此之多的工作 形成了八十八个发明专利 我们看到了 国程一号可以适应于娱乐场景 社交场景 训练一项技能 甚至是进行一项健身的体育活动 在巴黎街头来跑步 在七月份 我们会把国程一号在中国作为首发 即日起接受订单 进入商场 社区 我们在七月份进行供货 十月份 我们在我们给新加坡 韩国 日本 中东 北美 欧洲等其他的国家 接受订单 同样的 进入家庭的设备 会比国程一号的商用版本 小明显一个面积 大概占地1.5平方米左右 这台设备 我们已经在研发的过程中 将在今年年底 明年年初的时候 向市场公布 让每个消费者 完成一击入户 一键登入 一秒成进 一步一世界 我们不争论元宇宙 我们就住在元宇宙中 我们为大家 开启了进入元宇宙的大门 让每个人 都能轻松地登入元宇宙 毕竟 我 即先锋 我会讨论元宇宙